炸起來 炸起來 第一個 我們炸起來 全炸起來 第一波我們炸起來 一定要把場地熱起來 熱起來 加油 進入半決賽之後 我第一個想法 就是想找一群B-BOY 我們去完成一個 純粹的Breaking舞蹈 凱哥 今天晚上 我們大家花兩個小時時間 或者待會兒 花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時間 我們拿出手機來 第一次聽這首歌的感覺 然後選出來 我們馬上兩個小時之後 我們來對 特別想在這個街裡面 而且這是一次半決賽 真正去發揮我 詮釋了我對Breaking的理解 我們這個作品 從專業的技巧上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參加 國際性的賽事的 而且能有機會拿前三 這個是最街舞的一街舞 這是街舞的 楊超越 不要再排了 可以走了 楊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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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三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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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杨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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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敌波国家 凯哥的那个作品非常满意 现场看完之后还是觉得很炸的 就是但是那种 柔柔的炸的那种感觉 很炸 早都用到那么多 我还是看了电视 现场肯定更嗨 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 娃娃酷宝的 AK东 凯哥对我而言 首先他很强 他找的这11个B-BOY 都是国内顶尖级 但是我觉得炸碰炸 我不怕 对 因为我们这个舞 不炸还有热血 五 六 七 走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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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我们的舞蹈是一个 环境兄弟的点舞 其实我这些哥们 都没有一个跟我是不熟的 阿达 阿达 别人在把我的事情当他们的事情 甚至是比他们的事情 很有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人没有肯提 再提一点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最狠 最热血的人 就根据住 让我们一起跟着AK东重返高校 有请我们的少年热血团 谢谢AK东和你的伙伴们 太激动了 每个喊是我从来没喊过的 当下那个课我就不自然而然的 我就喊 我喊那个课我很爽 圆满 这就是我不怕出 那种感染的表现力 还有我觉得 他除了这个舞蹈整齐力量 然后编排以外 他还有一种情怀 这个作品让观众 感觉到那种热血 把观众带回到那种 青春的情怀 现在请有投票权的 一百零位评审 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 如果你更喜欢杨凯的作品 就把你手中的红色毛巾扔上舞台 如果更喜欢AK东的作品 就请投黄色毛巾 三 二 一 请投票 工作人员上台机票 是 词 词 我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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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么下去 就要廖博和李玉龙提前出场了 给我来点尖叫声怎么样的 要 主考导师有什么样的看法 先说我的作品 我觉得整体完成度都非常的高 因为我们作品很多的技巧 每一个毕童都完成得非常好的完成度 然后整体也非常的齐 只不过有一点点的小瑕疵 比如说就可能最后凯哥有那么一点点的事物 但是我觉得整体已经很棒了 然后AK东这边的话我觉得 最后的部分确实是燃到我了 运用了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马上就要打架的感觉 然后把我们的兄弟们全都喊起来 然后最后一个很燃的一个 电影海报的一个ending pause 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完美非常的炸 嗯 两组都很棒 尤其杨凯真是让我真的由衷的respect 我一直以为b-boy会受这个体力 你不能长时间的表演 没想到你可以做一个这么长的表演 而且让我们看到就是breaking run 这么多种地板动作 就是让我目不暇即看完整个表演 就是原来可以变化出这么多样的花样出来 所以我respect respect 两边都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一个字形容 倒 杨凯哥这一组呢 整个old school很纯 然后很正 包括中间很多那种高难度的一些动作 其实是很难实现 你不要看就是 他后空翻一推的那个东西 其实我以前做过非常难 滚 不好意思我澄清一下 我说我做过是我负责推的那个人 不是翻的这个 对 我是负责推的 好 那么我还是要问问我们的两组队员 为什么要找这一群我的帮跳的兄弟们呢 就是想到当时海选的时候 一波队长跟我说的就是 能玩音乐的b-boy真的是绝了 所以我找了十位绝乐的b-boy然后过来 然后我们想真正的去释放一下 我们的那个breaking 然后把自己最舒服的breaking的那种感觉 然后在这一次把作品跳好 然后这是我们最大的初衷 就是这种感觉 作为一个b-boy 跟这么多编舞是同时竞技啊 有没有觉得很有压力 压力肯定是还有的 就是对我们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b-boy 遇到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很难整齐 因为每一个b-boy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就我们这十位的舞者 每一个风格玩的 就有的是玩翻的 你们看到 有的可能就是花了十年 就像刚中间那个头转 他十年就只转一个头转 这个蓝就是蓝的整齐上面 所以我们花了更多的时间跳整齐 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很整齐 好 那就好 谢谢 好 AK东 这个舞 我们致敬的一部电影叫热血高校 大家应该有人会看过 然后这支作品呢 因为我们东北人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这支作品叫 东北高校 干啥啊 上一场竞技之后 我的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有一群东北的兄弟 对 对 我们有一个群 我发消息 我说兄弟们 半决赛 大家来帮我票 我就太累了 就睡着了 第二天他们有了很多人 已经自己把票买好了 没有 就没有说话 什么都不说 OK 除了东北之外 有一群 我的娃娃酷宝的队友们回家了 小明 陈罪 小明 再次回家感觉怎么样 我再次回到这个舞台 给我的感受是 打开另一个世界 不是 有一种就是跟冲练在一起的 那种特别开心 然后 因为某些原因 我们又分手了那种伤心的滋味 大家去细品 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个中间人 把我们收合到一块 又和好了 那种惊喜和开心 所以来到这个舞台 就是 非常的 开心 唯一有一个小意见 就是东北高校 开头那句日文 应该改成东北话 对 其实这个有考量过 我们录了很多版 就是 用东北话应该翻译过来 怎么说 整 来 来 一个东北话好使得 就是开头那个感觉 变成东北 东北话说的话是 你班谁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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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好使 就这个意思 但是你想啊 大家你感受到我们开场 如果是这句话 我们再这么一出来 你们想笑吗 好 紧急计划 你班谁好使 你班谁好使 搞错了 对 谁好使 好的 两组已经表达完了 两边的PK 结果如何呢 有一位7票了 分数是 52比48 首先可以直通总决赛的是 AK洞 AK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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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